各位观众,心事台 今天我们有一个大明星 请我们香港大学的Dr. Paul Wong 多谢你给我们很多意见 Dr. Wong在香港大学内做很多研究 有关人的心理 上次那几集都是讲赌徒 讲自杀 我们今次请Dr. Wong来 给一个很多家长困扰的问题 就是年轻人的问题 我们经常年轻人都见报 要不就跳下来 要不就扔砖砖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跟我们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 所以今次回到Hong Kong 找Dr. Wong来 跟我们讨论一下究竟 现在年轻人的心理是怎样 我先用哪里开始呢 先用行为开始 其实你见到现在的年轻人的行为 有什么观察到呢 可能因为过去几年 大家用了很多时间在网上 也会变得很大 似乎现在的青少女的行为 跟以前有点不同 以前大部分的青少女 都很喜欢追赶跑跳碰 走来走去 就是比较active 我们叫physical active 但是可能自从有了手机 有了电脑之后 网上的世界太吸引了 大家就好像变得很静态 而且因为太习惯用WhatsApp Instagram 这样的沟通 似乎大家沟通的模式又不同了 大家学习的模式又不同了 大家对事物的内性不同了 最初了解事物的深度又不同了 我其实觉得 真的跟以前有点不同